6月29日有消息爆出 曾在见证实录中试演女主绝孽宝言的陈慧山 在深圳某英语教育中心任职特约讲师 7月4日该教育机构在公众号发文澄清 2012年到2017年陈慧山确实曾在该机构任职 但现在已经不在老师名录里了 陈慧山在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波士顿学院传播系 该校是福布斯最佳大学全美T22位 也是新长春藤院校 1994年陈慧山返回香港并在TVB明珠台做英文主持人 后来在兼职邓特席的帮助下转到翡翠台成为艺人 出道后参演的第一部剧就是热播系列剧《一号黄听舞》 起初因为国语和粤语的发音并不标准 他要此以前在剧本上写满密密麻麻的笔记 由于脸型销手偏长且线条感强 所以他所饰演的角色一般都是干脸的智商女性 如妙手人心中理性有主见的大律师江新月 还有见证实录中聪颖独立的法医聂宝银 更是被媒体关于岗位高之脸的称号 2002年陈慧山凭借决社好霸中高陪一一剧 斩获TVB万千心灰事后 自此事业达到天峰 并与蔡少芬萱萱郭可颖并称TVB四大花旦 但则在事业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宣布西影退出 2006年陈慧山与经纪人钟嘉宏在美国秘密结婚 此年由于怀孕便淡出演艺圈 生谢女儿后更是在家专心照顾女儿 可惜好景不长 2012年4月老公钟嘉宏的破产 致使他不得不付出拍戏 与此同时 他还在香港大学 攻读英语教育专业的研究生 自2015年起 他与老公自资超过七位书 制作教育访谈三部剧 放学后开学前和在学中 由他担任监制及主持人 2017年他还取得了 香港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不得不说 这才是真正的实行管理大师 五年间在完成学业的同时 拍戏授课两部部 还制作了广受好评的电视节目 这与陈豪在中戏作演期间 三年产两女的高产效率 如出一辙 虽然他有成就感的 莫过于放学后的成功 在节目中制作过程 他不仅惊喜地发现 女儿心态发生的变化 更多观众的反馈 让他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 陈慧珊都是职场女巷人 如今他虽然还在荧幕前 但已经不是为了拍戏 而是为了他所热衷的教育行业 被誉为最美国相的李启宏 在经历了人生的七起伏伏后 转行成为了一名护士 这其中缘由 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 六岁时 李启宏便跟着父母到加拿大生活 虽然家里条件并不好 不过乐观的他 还是生活得很开心 在他十三岁时 母亲患上了精神雷疾病 这让整个家庭不堪重负 他也开始打工补贴家庸 1994年 李启宏在港节选拔中脱颖而出 丽雅张可怡成为当年季军 此后签约TVB开启演艺生涯 并塑造了多个经典烟幕形象 其中观众最为熟悉的 便是绝带双胶中的小辣椒张晶 和杨门女将之女儿当自墙中的杨派峰 但老天似乎并没有对这个 历经坎坷的女孩手下留情 2002年 因工作压力以及家族遗传的影响 李启宏患上了抑郁症 在那段时间里 他整夜不能入眠 几度想要新生 好在在加拿大男友 Corey的悉心照料下 9个月后康复 随后他便渐渐淡出娱乐圈 与Corey结婚生子 并定居温哥华 过起了神仙郡旅般的生活 2008年 他曾返岗付出了5年 不过人气早已不如从前 在演完北京遇上 西亚图中的唐医生一角后 他再次吸引 也许是受到这一角色的影响 他回到加拿大进修护士专业 2015年毕业后 便成为一名儿童精神科的护士 正是因为从小 深受精神疾病的生活 他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去帮助更多的人 在被问到 是否会考虑付出拍戏的时候 他则表示 我会担忧到人家的时间 因为我都说了 我这么久没有讲中文了 我又不知道你们想拍些什么 那我跟他们说 我很久没有看剧本了 我很久 我不知道你们要我背些什么 或者 我也都没有 好像保持着自己 拍戏的状态 我整个夏天在那里晒黑 我说 你觉得我样OK 我帮你 帮手 没所谓 2010年 对华裔小姐中立起来说 是十分艰难的一年 先是母亲因病去世 而后世女儿被确诊 罕见的四号染色体 缺陷综合症 被医生确诊 不会活过两岁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让她连眼泪都没有时间宣泄 1995年出道后 中立起仅在娱乐圈打拼了七年 并不适应圈内纷飞 宣布西营退圈 其实我会觉得是个性格的问题 比如我进去的时候 很多人会跟我说 可能会被骗 那你比如那段时间是天真一点 会觉得会被人吃醋 被人欺 西营后她转行做起了瑜伽导师 因为有这八年的瑜伽练习经验 且十分热爱这项运动 所以她即便是远离名利场 她也十分开心 每天过得潇洒自在 但天有不测风云 大女儿的病深深打击了这个家庭 因为这种病随时可能会抽搐晕厥 她与老公十年间从未出门旅行过 直到前段时间 他们把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安排好 甚至遗书都准备好 才出门进行了一次旅行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帮助女儿调理身体 以及帮助到更多的特殊儿童 她也学习了相应的瑜伽课程 并且会到特殊学校进行授课 除此之外中立奇还成立了Beyond的慈善基金 用以帮助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特殊儿童 并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吁更多人关注到这一群体 在她的细心照顾下 大女儿如今已经平安度过了十岁生日 女子本说 唯母则刚 即便生活有诸多不如意 她还是乐观而坚强地为两个女儿遮风挡雨 1987年的港节选拔中 因邱淑珍退赛而夺患的杨宝灵 可谓是港节转行中的一代传奇 因为她成为了六副集团的联合创始人 杨宝灵的演艺道路可以说是高嗨低走 自港节冠军的身份出道后 她相继在世界小姐竞选中获得亚洲美皇后 以及环球小姐选美中获得第五名 还出演了《开心鬼就开心鬼》 《鼠山奇侠》等多部影视作品 不过因育人不输 她在1997年与老公陈荣森离婚时 被老公爆出私房密室 自此形象一乐心掌 从育女变成育女 1998年 陈荣森与同时港节的张可怡走到了一起 这件事致使舆论开始转向 不少人猜测早在分手前 南方并已经出轨 那段时间 杨宝灵只能接到一些剪彩广告之类的商业活动 其中并包括当时规模并不算大的刘福书房 杨宝灵也因此结识了其品牌创始人黄伟长 在深入了解后 杨宝灵认为该品牌很有发展前景 并注资成为创始人之一 与此同时 她在感情上也邂逅了第二任丈夫 就职于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赌场市场部 亚洲区副总裁孬森旺 两人于2012年5月13日在美国举行婚礼 婚后还生下一位男宝宝 不过这段婚姻在维持了12年后 也以失败告终 兜兜转转 杨宝灵在2016年与初恋走到了一起 如今54岁的杨宝灵身价过异 生活潇洒自在 成为了港姐经商的成功典礼 2019年12月25日 须瑟山宣布正式退出摸爬滚打15年的娱乐圈 继续深造留学 我自己觉得我需要多点时间和空间去 去做我想做到的 所以其实有打算是全面撤退 全面撤退 作为2004年的港姐冠军 许泽山出道以来便争议不断 也许正因如此 他更向往笑人这样简单干净的地方 2006年 当时还是新人的许泽山参加了 邓翠文主持的性教育节目 幸在有心 或许是因曾在海外留学 他在节目中的发言大胆且露骨 播出后引发热议 更是被冠上第一涌姐的称号 因为这件事 他差点被TVB血藏 在舆论的重压下 他不得不召开发布会公开道歉 也正是从这时起 凡是与他合作过的男演员 几乎都会传出绯闻 其中并包括张欣宇的前男友吴卓西 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正派女友张欣宇还曾开私许子山 除此之外 他还与林峰和黄宗泽等人传出过绯闻 这让他被冠以TVB发点击的称号 其实早在2015年 许子山便开始减产 攻读珠宝设计专业 以及彩色宝石专业课程 并创立了个人珠宝品牌建设网店 投资的百万已经回本 而他依据欧洲继续深造的计划 虽然已经搁置 不过有消息称 他已于今年年初 以1760万的价格 卖掉了位于北沙湾的豪宅 7月4时 已经转行为律师的港姐冠军朱千雪 被港媒拍到下班日常 只见他身着黑色职业装 手提黑色通勤包 干练的职场女性打扮 让他看起来十分专业 尽管戴着口罩 也难掩精致的无关 下班后 他前往附近的超市 为晚餐选购食材 期间还不时摆弄手机 一点严肃时的在处理公布 最终他只拿了一颗手撕拼盘 并结账离开 由于当天下雨 所以朱千雪在门口避了火雨 顺便等待老公来接 上车时 即便发现公开媒体 他也没有恼怒 他与记者挥手再见 朱千雪可谓是十足的人生赢家 2012年他参选刚解释 由于决赛业网络投票系统发生故障 只能由现场评委投票产生结果 本时大热门的他则西班亚军黄欣颖成为季军 他也因此被称为民选港姐冠军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后续在TVB的发展 他与王浩信中演的EU超市任务 获得万亲兴辉最受欢迎搭档奖 还参演了大热剧集彩获界 但就在演艺事业一片光明之际 他却退出了娱乐圈 于2016年重返校园 在西蒙福雷泽大学 攻读法律博士课程 完成学业后 他彻底转行成为一名律师 还曾在唐佳华的律师事务所实习 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他 还在2019年6月与相恋五年的男友吴坤伦结婚 南方的职业则是医生 律师与医生的结合 怎么看都是强强联手 毫不幸作与那些嫁入豪门的港姐 毕竟世君力敌的爱情才更长久 2019年8月 他与老公在巴厘岛完婚 由于双方忙于事业 至今未有怀孕计划 你还知道哪些TVB花旦转行的故事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TVB档馆 馆场带你了解更多TVB幕后的故事